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对联的故事,前一段时间,我们说了很多很有道理的对联,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们总结出来的道理,穷死不更账人田,饿婚别进萝卜园,失冷莫靠灯,人穷别走亲等等,这些道理,同样适合于现在社会,现在的生活,今天我们还要再说一个对联,这个对联很普通,很普通,一说就懂,但是呢, 其中云含的道理实在是深啊,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对联的上联,穷死不卖看家狗,这个很容易理解,我们都知道,狗是最不嫌弃主人家穷了,不管什么时候,它都对你十分的忠诚,所以说,它是人们最好最好的朋友,如果你实在太穷太穷了,千万不要把自己家的看门狗都卖了,因为那是最忠诚的朋友,那么这个下联该怎么对呢? 有人说下联可以这么对,吃水不忘挖井人,看起来还不错,但是呢,总觉得不公正,还有人给出了一个下联说,饿婚别杀下蛋鸡,这个还说得过去,道理也很明白,你就是在饿,也不能把下蛋的母鸡杀了,杀了吃虽然能够解一食之鸡饿,但是不是个长久的办法, 对联中也蕴含着很多很多的知识,道理,有些道理,是老一辈的人经过生活的磨难,还有数年的远历的出来的,所以还是很值得解键的 谢谢大家